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波足球快訊 本週中,歐洲賽場上演多場精彩好戲 其中在3月2日凌晨,曼聯會對著韋詩咸 在溫布萊球場進行的英格蘭聯賽杯決賽 曼聯最終以2比0贏了比賽 結束了長大五年齡278日的冠軍方 這座冠軍長輩也足足掉了外界的胃口 目前已經不少人作出大膽的預測 這將不會是坦克教執教曼聯首個賽季的唯一一座冠軍長輩 考慮到英格蘭足總輩的奪冠難度是最小的 曼聯當然是不會放棄衝擊這項賽事的冠軍長輩 在英格蘭足總輩的歷史上 曼聯以12次的奪冠名列該項賽事第2位 僅次於阿仙奴14次奪冠 而且從雙方目前的情況來看 曼聯迎來各項賽事三連勝 風頭正勝 反觀韋私下目前聯賽告急 球隊需要為互給而戰 可見兩隊目前狀況截然不同 曼聯盡現優勢 在英格蘭聯賽杯決賽上攻破紐卡蘇大門之後 拉斯福特在2023年各項賽事已經攻入了14球 據統計這位曼聯射手是2023年入球最多的五大聯賽球員 我們的戰果預測會是曼聯2比0戰勝韋私下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好球不等人